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想找一款9块9包裕的手机壳来回购给老用户 不求花哨但求实用 在市场上找了很久之后终于确定了这款超宝的TPU磨砂软壳 一件9块9两件14块9 不用担心质量不好 喜欢超宝软壳的同学不要错过哦 马上就要开学了 刚步大学校门你现在肯定在准备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 床上三件套肯定已经布置了 那么作为陪伴你4年甚至更久的桌面 你打算怎么布置呢 今天这个视频我将教大家如何用最有限的钱 布置一个好看有科技贩的桌面 如何快速提升桌面逼格 如果你买不起那些光物热弹RGB主机 智能灯带可能是最低成本提升桌面逼格的设备 蓝色梦幻十足红色热情似火 绿色清鲜淡雅 紫色 这里我们推荐E-Lite智能采光灯带 除了支持手动一键调节外 还可以在E-Lite App上进行更加丰富的色彩变换 两米的技术包完全可以满足你的桌面长度 如果满足不了你 延长包也可以给你带来加倍的快乐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科技具RGB主桌面上都会有一盏屏幕只能挂灯 是它们有超能力吗 当然不是 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首先屏幕挂灯的光是从你的显示器顶部打出来的 这就让你的桌面的光更加的整齐统一 其次传统台灯会在你的屏幕里反射出光源 而位于顶部的屏幕挂灯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只照亮该照亮的地方 屏幕只能挂灯也可以让你的桌面生活更有仪式感 冷色高效专注 暖色慵懒放松 只在合适的时间打出合适的光 屏幕只能挂灯做得最好的当属名机的ScreenBar 当然高达千元的售价也不是每个学生都可以承担的 如果你预算不足 DIY又担心自己手餐 那可以考虑一下这款黑骑士屏幕只能挂灯 这可能是目前除了ScreenBar外为数不多的选择 色温 亮度 自动调光 一应俱全 如果你能忍受稍显廉价的作风 以及来搞笑凑出的配重 那么这款屏幕挂灯几乎可以达到ScreenBar 80%的体验 售价却仅需300块左右 一个科技爱好者的桌面怎么能少到语音助手 想用钢铁侠里贾维斯一样的智能管家吗 这里我们推荐搭载了Siri的HomePod 算了 还有小爱同学吧 我们选择小爱触分音箱的很大一点就是 它好看啊 当然不是 小爱还是有真功夫的 比如控制我们前面说的氛围灯 能动口解决的咱坚决不动手 小爱触分音箱除了有全功能的小爱同学 还加入了一块四英寸的彩屏 别看这个屏幕小啊 哪里追剧那可真的是 非常飞眼 虽然用来追剧显得有些袖珍 但放在桌面上搭配动态壁纸 安安静静的看看歌词 查查天启 做一个好看的时钟又有何不可呢 不要告诉我在910海年了 你的手机还不支持无线充电 如何挑选一款高颜值高性能的桌面无线充电器 这里我们推荐爱否开悟S1 Unibody全铝一体成型的设计 光是看着就能值回票价 加倍的线圈不管怎么放都可以优雅的充电 苹果设备7.5瓦 安卓设备10瓦的充电功率虽然不快 但实际使用中我很少为功力头疼过 因为只要你把手机放在上面就行了 如果你是iPhone X以后的机型 放在桌面上恰好可以实现面部解锁 F5S1活动价200块左右 不过我这一台是个二手的 只要165块钱 像这种放在桌面上非消耗性的设备 其实二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即使我现在用个半年再卖出去 其实也亏不了多少钱 想要桌面有逼格 那就将自己的设备都升级成无线的吧 这里我们推荐2.4G的无线键术 2.4G相较于蓝牙带宽直接翻倍 延迟也极大降低 键盘我们推荐的是IKBC的W200 经典的拆位主体 PBT的雷雕工艺 简洁的外观 让W200成为同价位的研制担当 鼠标我们推荐逻辑的G603 一毫秒的快速报告率 12000的DPI最高可以达到18个月的续航 没有炫酷的RGB 只有低调稳定的连接 键术的投入可能会大一点 大家在这部分可以看自己的实例进行筛选 我们对于桌面升级的理念 就是首先提升你的桌面氛围 因为一个氛围对整体的提升非常大 其次是添加必要的电子设备 让你的桌面更加的使用美观 以上就是我们眼中的桌面5件套推荐 你心中的桌面5件套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更好的推荐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交流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启发 最后不要忘了关注和素质三连 我是吴欣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